龙珠超,如果沙鲁赢了沙鲁游戏后,还继续修炼能不能打败魔人不殴? 在龙珠中,拥有众多高手细胞的沙鲁,实力和天赋都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如果当初沙鲁游戏的获胜者是沙鲁,他继续修炼的话,能不能打败魔人不殴呢? 剑客觉得沙鲁如果继续修炼的话,是有机会打败魔人不殴的 如果沙鲁赢了沙鲁游戏的话,魔人不殴想要复活是非常困难的 毕竟沙鲁在举行沙鲁游戏的时候,就准备获胜之后毁灭地球 就算沙鲁最后没有毁灭地球,也肯定会把午饭等众多高手都杀死 这就意味着巴比迪想要复活魔人不殴,所需要的巨大能量会非常困难 当然了,以沙鲁的邪恶,也不排除被巴比迪的魔法控制的可能 而如果假定魔人不殴肯定可以复活,沙鲁又一直坚持修炼的话,沙鲁能不能打败魔人不殴呢? 根据动漫中的表现来看,没有吸收其他的龙珠战士的情况下 魔人不殴的实力其实是介于在超二和超三之间,同时还具备着无限的体力和能量 而沙鲁本身的实力就已经达到了超二的级别 同时还具备着赛亚人因此复活战力会大幅度增加 以及大脑里的核心不破坏就可以再生的恢复能力 这样的实力和恢复能力其实本身就已经勉强有和魔人不殴一战的资格了 而如果沙鲁再坚持修炼几年的话,是非常有可能达到超三水平的 超三水平的沙鲁已经足以压制魔人不殴了 再加上沙鲁的恢复能力也不比魔人不殴差多少 可以说已经有机会打败魔人不殴了 更不用说,沙鲁体内的赛亚人细胞本身就来自于孙悟空 贝吉塔、特兰克斯这样天赋出众的赛亚人 弗利萨和库尔德王的细胞更是其种族中最为优秀的存在 拥有着孙悟空、贝吉塔、弗利萨等人细胞的沙鲁 只要坚持修炼,未来未尝没有变身黄金沙鲁、超蓝沙鲁的可能 而如果沙鲁在坚持修炼之后,真的可以变身黄金沙鲁或者超蓝沙鲁 想要打败魔人不殴简直不要太容易 当然了,达到神之境界的超蓝 仅仅凭沙鲁自己修炼应该是很难达到的 但是拥有弗利萨的细胞 达成黄金沙鲁还是有非常大的希望的 大家觉得如果沙鲁赢了沙鲁游戏后能够继续坚持修炼的话 是否可以变身黄金沙鲁或者超蓝沙鲁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